水母这电影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脑洞大开的故事 阴阳魔界之梦中情人 水哥是一名知名漫画家 他整日在家里创作漫画 但是最近他到了平静期 怎么也画不出满意的作品 为此他十分苦恼 为了缓解压力 他随手画了一个穿着浴袍的美女 小丽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不一会儿一个裹着浴袍的美女出现在眼前 简直和画中的女孩一模一样 并且热情地把水哥拉进了卧室 一夜即情 水哥看着苹宫出现的美女 感觉那么不真实 他想要抚摸一下小丽 没想到居然穿透了他的身体 水哥顿时梦了 隔天等水哥醒来时 小丽早已不见了踪影 看着桌上的酒瓶 水哥以为自己做了个美梦 他拿起画笔想要继续创作 可厨房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他拿起酒瓶走了过去 没想到小丽再次出现 并给水哥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水哥的思绪彻底昏了 瞬间分不清这到底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 小丽告诉他自己是他画出来的 他只属于水哥 并且会一直陪在水哥身边 水哥的心顿时柔软 他跟小丽倾诉了自己的减敬 交搞的日期马上到了 但自己灵感枯竭 一点构思也没有 小丽耐心地安慰他 从这以后 水哥有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并且很快地完成了创作 这当水哥找小丽庆祝时 小丽又不见了 水哥疯狂般地寻找着 却发现 小丽和外面的金发男勾搭上了 这让水哥非常生气 和小丽大吵了一架 水哥好奇 为什么其他人也能看到小丽 他警告小丽 不止在外面张花热草 他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谁都不能惦解 而小丽却一脸不耐烦地告诉水哥 自己已经厌烦了他 说完就离开了 气愤的水哥想要拦车追上去 却没人也搭理他 他只好一路不行 并在加油站追上了小丽 果然 小丽和金发男资混在一起 看着亲密无间的两人 水哥就要揍金发男 没想到 居然扑了个空 水哥直接从金发男身上 穿了过去 难道 小丽又找了个虚幻的男友 水哥一时无法接受 他回到家 看到小丽正在用自己的画笔 画着漫画 水哥很生气 再次宣誓主权 告诉小丽 他是被自己创作出来的 希望小丽能认清自己的位置 并且不准再勾三打死 这时 金发男从浴室走了出来 水哥彻底受不了了 他警告小丽 要把他销毁 他已把夺过小丽手中的画质 却发现 画伤的人物 居然是自己 小丽也告诉了水哥 事实的真相 其实 自己和金发男 才是真实存在的 而水哥才是虚构的 他的出现 是帮自己寻找灵感 说完 小丽拿起橡皮擦 把水哥擦掉了 无论水哥怎么哀求小丽 放过自己 小丽不为所动 最终 水哥还是慢慢的消失了 如果你有一只神奇的画笔 那么你会画上谁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阴阳魔界之梦中情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